《太上感应经》 各位同学 今天开始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太上感应经》 这篇文章不算很长 只有一千三百多字 题目叫《太上感应品》 《太上》 这两个字是尊称 含义很深 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完全是自信的流露 所以不是某个人讲的 如果我们要以为佛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那就错了 我们在许多经论里面看到佛自己说 他一生没有讲过经 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 这个话是真话 不是谦虚 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凡夫职者有我 所以就说法了 我说的 你说的 他说的 诸佛菩萨无我 《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 不但是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所以是无无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那个见是见解念头 不但不着相 念头都没有 那么他这是从哪里说的 真心的流露 真心不是别人的真心 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自信的流露 这是真实的 如果从意识心 意识是个人的 那个话就靠不住 出世间的大圣 佛法里面常讲 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 世间也有大圣 这些人有没有见信 有没有成佛呢 佛有方便语 世间善人没有能见信 这是方便语 说真是语呢 这个大圣经论里面 这个大圣经论里面 讲的很多了 诸佛如来 硬化在世间 随类化身 随类化身 随机设法 怎么知道 他不是诸佛如来 画身实现的呢 所以从前有人讲 孔子是同如菩萨 有人来问候 我这个话靠得住靠不住 我们依照祖师 答复的这个惯例 不能界定可否 因为你说他是菩萨 找不到根据 那我们就不能随便说 你说他不是菩萨 从原理上来讲 菩萨硬化在这个世间 也有可能嘛 如果真正其如境界了 一切正神 哪一个不是菩萨 哪一个不是如来呢 所以此地 题目上 题目也是如此 本文也是如此 一开端呢 观上太上两个字 我们学佛的同修 就应该懂得 观上这两个字 自信地流露 信德 信德是至高无上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能够理解 能够奉行 就是顺着信德 顺信德 这是真善 违背信德 这才叫我 这是善我最高的标准 是善我绝对的标准 那么这两个字 观在此地 让我们 要警觉 不可以疏忽 这用意在此地 那么底下是感跟印 感呢 古人有个比喻 好比种植 印好比是开花结果 那么用这两个字 做这一篇文章的名称 说明了 有感 必定有意 这是什么道理 感应 都是以自信 而起的 自信 变一切处 变一切实 我们今天将时间与空间 在自信里面不分 时空是一片的 所以有感 必有印 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上 所谓切一阀而动全身 这一根头发 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动弹它的时候 这一身都觉得不舒服 你动这一根头发 这是感的 一身不舒服 那就是硬感 由此可知 我们 我们起心动 言语造则 不要以为 这是小事 这个无所谓的 再微弱的念头 都能够震动 虚空发迹 我们不晓得迷失了 就像 就像我们身上 这一根汗帽一样 我们把这个汗帽间 低起来 全身都能感觉到 这是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身体 一个身体 但是你没有了解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清净发生 是一体 正因为它是一体 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议 有感 别 谁敢 谁 感应 也可以说之为 因果的关系 众生有感是因 祝福菩萨 七龙归神 他就有因 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你才懂得 古德所说的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这个比喻 意思很深 神 告诉我们 众善因 一定得善苦 你众的是沃因 你必定 免不了 我报 一切众生 五十阶以来 我们所造作的 善因少 我因多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诸位如果是冷静的思维 细心的去观察 在我们周边 沃因多 善因少 善因 出经我们的道义 出经我们善意 沃因 增长我们的沃力 增长我们的沃血 那么将来 有什么样的果报 自己不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吗 这都是感应的道理 古人又常说 天王灰灰 苏尔不露 这两句话也是讲的感应之理 这是真理 是四十真相 这一篇文字 这一篇文字 总纲里 就是前面的四句 霍佛无门 为人自招 善物之暴 如影随险 向下的文字 都是这四句话的发明 四句话详细说明而已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抓到这个四句纲里 奇心动音 隐语造则 我们学习 因为我们学习 都没有用 然后说 与信得相应 不相应 不相应 与信得相应的 不相应 我们知道不能这样想 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做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解我们 特别是末法的众生 要想到业成就 第一个条件 清净善有 把这个列在第一了 《小陈经》里面也不例外 我们过去读过《阿南问是佛及胸经》 佛在这个经上 也是第一句话叫我们亲近明思 明思就是大陈经上讲的善有 善知识 因为六道反腐 信实不定 这是《地藏经》上讲的话 也就是 《阴语》里面常讲的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这个话的意思说明我们反腐 决定受环境的影响 受外界的影响 我们做不到 近随性转 而实在讲的时候 我们是心随进转 那环境对我们就太重要了 古来的祖师大德 真正有修行的人 有定会的功夫 他能转境界 不随境界转 但是 他教学生 教徒弟 依旧要选择环境 为什么呢 这些人是反腐 转不了境界 决定受外境的影响 那就不能不选择环境 而在选择 修学环境里面 善有是第一个条件 你能够常常 亲近善知识 亲近好老师 亲近好的同参道友 对于你的道一 决定有帮助 我们在高神传里面看到 在居士传里面看到 古来这些大德 亲近善有 有十几年 二三十年 还有一生都不离开 他学成了 可以离开了 为什么还不离开 无非是给后学做个好榜样 守在老师的身边 给老师当助教 借淫后来的同学 到老师往生了 元级了 他在离开教化一法 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 这种做法的人 很多很多 也是将士尊的教会 也真正落实 除非是语言不足 那就另当别了 但是也必须自己 道一真正有成就 才能离开 那么什么样叫成就 在佛法里面 也有个标准 从智慧 借门来讲 一有能力 辨别 争我 邪真 是非 善我 厉害 确实有能力 辨认的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你有定功 不会受外进的干扰 也就是说 不会受外进的诱惑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具足这两个条件 才可以离开老师 这两个条件不具足 离开老师 就很危险 因为你离内有烦恼 外有诱惑 你敌不过诱惑 你就会堕落了 可是今天 私道 已经没有了 我们想清净善知 善知识 这个世界 没有善知识 怎么办 如果能够找到 几个志同道合的道友 大家能够在一起 学习 互相勉励 以古无大德 为善知识 我介绍给同学们 以阿弥陀佛 为善知识 阿弥陀佛在哪里呢 在无量寿静 在净土 在净土 无尽 每一天 都送 每一天 讲解 每一天 在一起学习 这样我们就不离开 善知识了 我在这个地方 用网络 给同学们 介绍 对大家 对大家 也有一点小的好处 我们距离 虽然远 利用现在 科技的方法 把我们拉近 我们也能够 每一天 在一起 开端 这个四句话 要常常记在心里 提高我们的警局 个人 有个人的报应 家庭 家庭的报应 社会 国家 乃至于世界 都逃不出 这个定律 今天是社会动乱 世界不安 我们知道 共业所感 如何能化解 这个劫难 只要大家 只有 明白这些四里真相 必然回过头来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放下自己 自私自利 一切 为社会 为众生 这个劫难 就能化解了 现在 人后 都是 物业 朝干而来 离开 不但人为的灾难 没有了 我们今天讲 天然灾害 也没有了 可以说 天然灾害 没有了呢 这是大臣经上 常讲的 静随心传 深深深明了 这个道理 他才相信 他才肯做 这一篇文章 段落层次 很清楚 古人 分成几个大段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直戒 直戒里面 分成 十段 我们在此地 共同学习 我们也把它分断 就像经典里面 分科叛教 将来我们讲的时候 讲到哪里 我就把段落 再给诸位 交代清楚 交代明白 知道这一段 说的是一段什么事情 开头这个数据 全经的总告 全篇总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